歡迎你回到1700新聞 大白話的現場 這個階段我們請到的是 資深媒體人羅有志 好朋友 大家說了大白話的好朋友 大家好 有志 最近有一個人 他風頭很賤 我不是說他很紅或是怎麼樣 風頭很賤的意思是說 我們媒體一直在報導他 很多網友也一直提到他 那些人就是你們朋友蘇貞昌 我的好朋友 蘇貞昌專業戶 而且因為他的能量強 也是因為他下面的 每個聲量都超高 包括丁怡民聲量超高 包括丁允宮聲量超高 所以造就了他聲量最高 風頭非常賤 對 如果說他是台灣 聲量最高的政治人物 在最近可能也不為過 只不過這裡頭有非常大的部分 都是負貧 所以昨天你知道蘇貞昌 他突然釋出了一個影片 本來我以為是要跟年輕人接鬼 對 鬼滅之刃 鬼滅之刃你有看嗎 我沒有看 我會再爬起來 如果做得不好 或者是犯錯的地方會檢討 會一本初衷 繼續努力 看起來好像真的就是很堅忍不拔 很辛苦的樣子 只不過他的同黨同志 有一個人叫做王世堅 堅哥又爆料了 他說大家等著看 領完年終獎金 蘇貞昌就會下台了 我們來聽聽看 堅哥怎麼說的 我是認為說他應該會走 因為這個情況可能蘇貞昌自己 他也沒想到 為什麼 因為我的看法就是說 第一點他擔任院長以後 其實蘇貞昌展現了權力的傲慢 我認為蘇院長應該就領完年終獎金 應該會換人的 接續他的是呈現人 其實這個在我是半年前的預測 堅哥這樣講 其實也不是第一次了 堅哥其實大家知道 他跟蘇院長好像有點肅怨 兩個人其實不太合 不合 所以蘇貞昌常常在很多地方 說了什麼話 做了什麼事 第一個跳出來罵他的就是堅哥 所以我們先來看看 不好意思 我們先來看看 他昨天蘇貞昌團隊做出來的 鬼滅之刃的這個影片 他在講自己好棒棒 自己做了什麼 我們來聽聽看 只能服國利民 有志 聽到那個音樂配音有沒有 好像有悲傷 有人會被打中嗎 會感動嗎 我覺得有人還是會 有人同情心中的 對 很善良 對 但是他之所以會PO出這樣的影片 我的解讀是他真的受傷了 因為畢竟他最近是 蘇貞昌是風頭很賤的 你嚇我一跳 我還以為你感冒了 因為我感冒 所以不小心把這個分開了 就是蘇貞昌現在是風頭 最賤的一個政治人物 因為我最近氣管不是很好 所以稍微會有一點 有時候會過敏 然後因為他 我會這麼說主要是因為 他也是現在最討厭的政治人物 那你全部算到他頭上 我覺得也不盡公平 因為幾乎都是他會腳手 全部都是下面的鬧的問題 而且執政本來就有包袱 都有包袱 八部二會的 全部算到他頭上 包括陳時中要掌健保 這一順你還教我 我已經是最討厭的行政所長 你還教我加一順 然後他的NCC 所以我覺得蘇貞昌之前種的 鷹現在要得到果 就打比方 報應 報應 打比方 我在想 在包括關中天這個事情 他確實前面做了佈局 因為我們昨天看到劇本 他已經有演出的劇本 然後把占庭儀把它叫下來 然後換到自己的陳耀祥 陳耀祥就叫到辦公室說 好 我會配合 結果用了兩個人 林立雲 王維京都在劇本上面 而且這個劇本就照著這樣做 會不會有這樣的劇本 我覺得可能性非常的高 最後上報有一個消息 大家記得嗎 陳耀祥試圖跟所有的委員來喬 想要給他熟頭說 大家讓中天有條件通過 對 我不覺得是陳耀祥的軟話 我覺得是蘇貞昌或者是蔡總統 他有一個念頭說 這樣就好了 但是欺負難下了 你沒辦法 你都已經補局補好了 局部都寫好了 演員來了 你不演 我跟你講現在變成演員就跟你講 反了 你現在退我通告 我就偏要講 所以就變成 製出那個讓蘇貞昌受傷更重 這一把他自己非常清楚 關中天將是他下台最後一根刀草 是嗎 是這樣子嗎 蔡總統是不是其實有 一石三鳥的計畫 有人講說這個黃雀捕 捕蠶 螳螂 是不是 螳螂捕蠶 對不起 重來一次 再來一次 螳螂捕蠶 黃雀在後 厲害了在後面 有人就講蔡總統是不是有可能是 一石三鳥之計 有沒有可能 譬如說這個中天觀台 那就把第一 第一詞就是中天觀台 第二是把蘇拉下台 第三個是我確立我自己的威望 蔡總統如果是這樣子 老謀深算有沒有可能 這是我們隔十院的小強 羅志強 他自己說 有深厚文跟他爆料 其實最後面的殷污者還是蔡總統 他才是大內高手 是這樣嗎 我覺得在他這張評論 我有第一時間有去看 我看完之後我90%認同他 但是主要就是我覺得 蔡總統是一個制高點 這是毋庸置疑的 我是總統 我是雙軌制 但是我有權 無責 我是來責成你蘇院長去做的 但是他們兩個有沒有嫌隙 非常清楚的嫌隙 從以前大家報得料就知道 那個人這壞到底 誰說的 蘇貞昌說 所以他們兩個的不好 確實是有 我覺得羅志強他今天分析得非常對 因為蘇貞昌對蔡英文有恩 至少是他自己認為 你在那時候民調只有20幾% 還輸韓國瑜10幾%的時候 我臨為受命接行政院長 我把泰式吻下來 我甚至認為 他自己認為他800多萬票 裡面大概400萬是我的功勞 所以他現在認為 我沒有理由要下來 所以現在蔡總統必須要照一個劇本 你在照劇本 我也有劇本 我的劇本是 你在操控這些所有的人 包括NCC 我操控蘇貞昌一個就好了 蘇貞昌旁邊有多少的劇本 是我安排下去的 美豬 關中天 所有的事情全部一口來掌健保 全部完了之後 我給你一套劇本 中間的一個大帽子 叫做我給你金馬獎 最棒的最佳導演獎 你功成身退 把我們民進黨把台灣往前帶 國際關係也好了 健保也回歸正常了 話知道人家說的 現在全民在罵 可是蔡總統只要一句話 他是當今聲量最高的 他只要給蘇貞昌說 你的萊豬開放 增加了我們國際能見度 你關了中天之後 跟世界接軌 關了中天之後 整個媒體也都正常了 健保漲了 讓我們50年都不擔心 健保會倒台了 蘇貞昌 你真的是我們民進黨 最棒的行政院長 拜託 你下來 那就順理成章 又有台階下 又很漂亮 所以我覺得羅志祥講的 這個一石三鳥 非常有道理 所以就一石三鳥 我們剛剛講的 換掉已經人無可忍的蘇貞昌 另外第二鳥 是拔掉監督政府的中天 第三鳥就是製造寒蟬效應 樹立自己的威望嗎 這是蔡總統的劇本嗎 我們來看看蘇貞昌 難道沒有感覺嗎 怎麼會沒感覺 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圖 其實滿穿神的 你看蘇院長這樣斜斜的 看著蔡總統 你怎麼對話 對 可能心裡已經有感了 他知道自己危險了 所以他在他的這個影片裡面 他也特別特別大打他的政績牌 他說你看我 你看我 我很厲害 台灣防疫成功 全世界看見 你看三倍券 這個台美關係很好的 友台法案 美國部長這家大官都來了 最近還有一個人要來 經濟部代表富美 這個要開啟這個經貿對話 另外我們蔡總統護台 不被外頭來侵犯 外面就是大陸 對內也減損很多很多的 互相消耗 這很好 所以蔡總統非常信任我 我應該跟蔡總統 我們合作還是非常緊密的 今天記者有問他 他說 人生的劇本怎麼寫 我是沒有辦法偷看 可是我一定全力以赴 可是他的劇本也不能亂寫 你亂寫 你的劇本寫 你跟蔡總統的 不要寫到我們 你的這些 雖然我已經預言了 這將會是蔡總統讓他平安下莊 最好的一個說詞 這個我剛才都講了對不對 但是 如果對我們其他人來講 你的防疫成功但是疫苗呢 不然 後面 後面怎麼有事 三倍券刺激內需 怎麼多少 趴手拿出來看嗎 GDP成長有沒有1% 蔡總統領導 對啊 這兩個是蔡總統的 他厲害的就是 我很厲害 但是因為蔡總統領導有幫 很棒 國會有台法案通通通通通過 ECFA雖然沒簽 可是我們現在可能 CPTPTP可以簽 這個都是ING 我把基礎穩固了 我沒責任了對不對 接下來給下一任 不管陳建仁 徐國勇 有人說是鄭文燦 鄭文燦不可能 現在有人說是鄭文燦 下個月就要接了 鄭文燦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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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現在民進黨的 縣市首長 現在要來接行政院長的機率 幾乎是零 因為韓國瑜被罷免 主要是因為他提前落跑 OK 我贊成你們民進黨這些罷免的 這些狗話 可是既然你們自己講出 這樣子的話 那你要把這樣子的 再叫鄭文燦吞下去嗎 鄭文燦真的到時候 要娶2024的時候 會不會拿這把出來 錢自己覺得會不會 就是一個不光彩的紀錄 對 我們先來看看 蘇奎的人生劇本 到底要怎麼寫 他今年74歲 他會再選總統嗎 他的劇本會怎麼寫下去 我們來聽聽看 今天被記者問到這一題 人生的劇本怎麼寫 我沒有辦法偷看 但我一定全力以赴 我得蔡總統的信任 能為這個國家做事 為人民服務 我是很重視 而且一定要把它做好 不管蘇貞昌會做到什麼時候 不過我想他被換掉的機率 是真的很大 那接下來是陳建仁 還是鄭文燦 鄭文燦一直不斷的被點名 今天他其實有回應 鄭文燦就說 我一定會把我市長的位置做好 我一定會把市長的位置做好 錢子你應該還記得 鄭文燦的綽號是什麼 胖周瑜 周瑜是一個聰明的人 這個還是小英總統親次的綽號 對 胖周瑜 講得很大話 他是我們民進黨的胖周瑜 這個志多興 他怎麼可能這麼聰明的人 他不會想到幾個月前 我們大家一起喊出口號 沒做完的市長 老婆市長跟我下台 然後他現在把自己的標籤 往自己身上貼 周胖周瑜最厲害的 除了輔惠的關係之外 就是他的媒體關係 跟他秀風向 因為他當過新聞局長 你記得嗎 他媒體關係真的搞得超好 非常好 錢子光你 我還好 跟他交情願 我還好 我沒有 他可以叫得出你名字 我沒有 沒有 他很聰明 很聰明 因為他腦子很好 所以他都叫得出我們的名字 只要採訪過他 他都叫得出來 錢子 他身材跟他講 上次去花蓮 他就是這樣子的一個人 所以他媒體關係 嗅覺這麼靈敏 你覺得他會貼一個標籤 然後改天讓錢子說 鄭文燦市長沒做完 他不會做這種事情 他很聰明 我覺得故意放出這個風聲 是為了什麼 在內鬥 有人要消耗鄭文燦的能量 其實現在民進黨裡頭 大量的在消耗彼此的能量 最明顯的是陳時中 可以這樣講 鄭文燦 他很聰明 他在這個政壇已經活躍了這麼久 有些人就頓頓的 不能說笨笨的 頓頓的 可能就是說 還沒有真正在政治圈打過滾的 這個人可能是陳時中 因為最近很多民怨都在講反萊豬 陳時中上廣播節目訪問的時候 還說我又沒有拿肉 一定要把你牆塞到你嘴裡 聽到這句話很多人都不會鬆 來聽聽看 那我一再強調是說 沒有安全衛生 達到我們所需要的 這樣的一個驗證 我們不會讓沒有食品 安全衛生的食品 進到台灣來 任何食品都一樣 現在我們被講得好像說 我們牆拿著肉 要灌到大家的嘴巴裡面去 有志 阿中部長怎麼會講這句話 這個有點不妥 當然不妥 我真的覺得不妥 換個說詞 陳時中是拿肉騙人家 往嘴巴裡面塞 你們真的是騙嗎 你們不是用騙 你們沒有用牆塞 當然我覺得你沒有這個動作 來 嘴巴給我打開 不會有人做這個動作 哪怕你今天開餐廳的 錢子進去 你會逼說 來 嘴巴給我打開 給我吃下去 沒有人 但是老闆會怎麼樣 這很好吃 幫他背書 對 幫人家背書就不對了 你第一個 你先講萊克多巴胺 吃33塊豬排 連續吃好幾年才會中 告訴人家什麼 這吃就沒事 你是不是騙我們吃 是啊 那你還跟大家講八年了 連你的老闆都講八年了 美國有吃八年了 都沒事 所以你吃了 我們現在會怎麼樣 但是你講的都是騙人的話 你忘記跟人家說 這些毒素 或甚至這些化學物品 會殘留在體內 做成DNA的改造 會造成DNA的另外的活化 你沒有告訴我們這個 那你就是在騙我們 那你騙我們之後 你傷害的是誰 最後誰會蓋瓜承受 他跟陳時中未來要挑戰的位置 你不覺得這是他的大傷害嗎 如果他在選新北市長 今天侯友宜只要講一句就好了 萊豬誰開放的 我的對手 一句話 GG 大家不用投了 就是留下一個很不好的紀錄 因為現在包括萊豬 包括中天換照 不過這件事情 已經累積了一定程度的民怨 這個民怨到了後來 會發生什麼事情 可能要宣洩 剛好1122 每一年 其實勞工朋友的秋豆 就要登場了 今年秋豆 大家知道在兩三個月前 就預告了 主題反萊豬這件事情 可是最近又加入了中天 以及言論自由的議題 我們來看看這一張海報 這是最近 有人丟出來的一個海報 他說秋豆是1122 禮拜天 他們打算在禮拜六 就是秋豆的前一天 就去夜宿 夜宿哪裡 我們的中正紀念堂 自由廣場 自由廣場 對 自由廣場這裡 要搭帳篷 從11點開始 希望能夠來捍衛新聞自由 這樣子 這是秋豆的前奏曲嗎 是 這一次的秋豆 應該是30年以來 應該是算 面向比較廣的 然後由各個面向都會有 秋豆本來是勞工 每年都會有的一個遊行 他們要彰顯自己的勞工權益 包括最近有很多的新移工的問題 其實在這次應該都會凸顯 可是如果光是這樣子 不會有大量的人會去認同 現在大家最認同的是萊豬 所以秋豆結合民眾黨 國民黨 再喊出了萊豬的問題 這本來已經是勢力非常龐大了 對 TPPS做過民調 百分之80幾的 不認為這是我們應該要接受的 勢力夠不夠龐大了 抱歉 百分之60多的 絕對不會吃的 結果現在又搞多對一個叫 關中天 這是什麼 這是民主 這是言論自由 很多的民眾現在在街上 我前幾天去買那個鹹酥雞 老闆以前都是說 這個文餐很好 蔡英文很好 你在哪裡買 我家圖什麼 我就去買 接近桃園的地方 比較接近桃園 他就跟我說 最近 我說你是怎麼 民進黨的支持者嗎 我也覺得這樣 但是現在有的都在人說而已 所有的話 就他們一個議員堂 這個議員堂 有沒有升職現在老百姓了 有 連賣鹹酥雞的 以前挺綠的都覺得 這樣甘好 光甘好就好了 就會讓這些人出來 就是質疑的 不會出來 可是會讓支持 比較另外一邊色彩的 會全部都出來 所以這三股勢力河流 會是30年來最大的一次秋豆 是 必須講 這個秋豆這個海報 其實引起蠻多人轉發的 很多人注意了 注意到什麼 大家看到這一張海報 這個蒙面 蒙面霞 背後還有一個這樣子背影的 很多人都說 有沒有頭髮 看起來是有 有 不知道是誰 真的不知道是誰 他們就是有點賣官子這樣 他說 11月21號我們剛剛講的 那個所謂的夜宿 自由廣場的事情 他們說 會有神秘嘉賓來到現場 是誰 有人就說 可能是韓國瑜 為什麼會這樣講 這個中天被NCC 也就是說就換照 不過那一天 韓國瑜在臉書上 發了一則貼文 七個小孩 七個小孩 有沒有 他才一發出來 這個按讚的 幾千幾萬 慢慢一直累累累 然後轉發的人 看起來非常可怕 根據這個 根據這個 所謂的這個 KEEPO大數據 關鍵引擎的調查 這個中天新聞 換照這兩日的網路 關鍵領袖是誰 是韓國瑜 韓國瑜壓倒性的領先 勇奪第一名 第二名是羅志強 所以這一股這個網路 關鍵領袖的力量 真的不容小看 大家可能以為 韓國瑜已經死透了 沒有 沒有死透 可以說他還活跳跳 他的網路關鍵 這個第一名 這個影響力是很不容小看的 不容小看 現在是網路當道 對 那韓國瑜還可以占第一名 他現在有什麼位子嗎 他有總統嗎 他要去 不是要去種那個 要去種那個白菜還是 不是啦 枸杞 對 顧眼睛的枸杞 他現在 你隨便去看他的臉書 我們之前有講過 光隨便一個在 國慶後的演說 十萬 對 十萬 那很可怕 你知道我們經營粉絲團 經營多久都很少人 錢子 我們有個一百兩百 就很偷笑 今天很多捧場 十萬 十萬 而且短短的一個小時之內 兩個小時之內 可以達到的數字 他的發文邏輯 大家也拿出來研究 因為其實臉書 某種程度代表是我們的性格 沒錯 你看錢子 錢子可能是 都在吃東西 美食 或者是旅遊 錢子是一個工作之餘 不忘自己娛樂的人 那韓國瑜 他們發文邏輯 是每週發文一次 真的 有人去研究 有 他每個禮拜就是很規律 很規律 我大概隔七天發一次文 你可以看到10月10號 國慶日 一定要發文 19號又發文 那一次發文有講到中天 然後25號 你看又隔七天 真的是隔七天 講到99 剛好99重陽節 那31號 榮民節他也出來 跟榮民伯伯問好 那11月12號 因為是國父誕辰 可是 這個就是有一點點 不照規定來 對 因為中天的事情 七個小海人又來了 待會我還有一個 韓國瑜專家 但是我先分析 這樣子的狀況 我發現 之前的這些發文 應該是小編發的 而且你看 他不管10月10號 那一次破10萬多的 小編發的 都還破10萬 所以中規中矩的 你會發現他都是國家什麼 或者是國家的生日 榮民伯伯 第一次 在不規律的狀況之下 而且發出來的風格 完全不是中規中矩的 你不覺得韓式風格出來了 七個小海人 白雪公主 因為他很會比喻 對 他很喜歡說古時 對 他就是很會 你不覺得這個就是韓式風格 不是小編 不是小編 也不是韓冰 我說韓冰不是那個韓冰 不是韓冰 不是謝韓冰 也不是他女兒 感覺是他自己發的 是吧 是他自己發的 所以我講的沒錯吧